第五場是杯賽沙丘懸斐一二班馬千八位的賽事 客居的座騎長勝馬寶是四倍半的大業碗 名門進馬添資賽都是六倍 電資寶和七勝是八倍 巴基紙勝轉馬房今天是十六倍的半艦碗 看看這場另一項的錦標 排五檔的長勝馬寶 看法國跑這場馬怎樣 這場馬應該是有機會的馬來的 好,十三隻馬已經入閘了 白旗舉高,隨時起步 一出閘的時候眼鏡世界較為快 外面也見到七勝、巴基之星相當快 在前面的 皇冠之令一出閘 但留在第五 再跟著電資寶上來了 已經在第五 再後一點有長勝馬寶拍著金藥池 再跟著內壇是香港之光 香港之光後面有橫掃黃、降力、天之彩 包裏面是威力高的 跑了大概三百多米路路程的時候 有些眼鏡之世界 今天沒有人放他,他放頭了 巴基之星守住在第二 在第三有些是名門進馬 今天都跟得幾前 在外擋有些是七勝 七勝之後有三、四隻馬 金有時上到第五 電資寶在第六 跟著有些是皇冠之令 後面有些是長勝馬寶 後面三隻馬拍著有個降力 黃蘇黃和香港之光包裏面都是威力高 還有這個堅掃一對馬 差不多跑完對面直路 大概還有五百多米路程左右 看到眼鏡世界還在頭上的 巴基之星跟得很輕鬆在第二 名門進馬在第三 亦都開始在推動 金藥池上到第四 跟七勝一起發力 一個馬威之後 亦都見到整個馬開始發力 有戰之寶、皇冠之令、香港之光、橫掃黃這些馬 入到直路的時候 這個眼鏡世界已經開始騎了 巴基之星還是扣著江城在這裡 已經是越過他的姿態了 後面有七勝追緊他的名門進馬 在內蕩、天之寶 還有金藥池在外面 還有皇冠之令 有大概三百多米路程 巴基之星是指導徒內蘭 這裡帶出一個馬位 七勝追緊他 但是還在距離行過幾馬位 後面名門進馬 在第三天之寶 沒有法知過到名門進馬 還有幾十米路程 巴基之星可以贏得這場賽事 七勝仍然在第二 外蕩有這個天之寶 沒有法知過到名門進馬 只有第四 是 長勝媽寶的 長勝媽寶包不包也會比較遠 是按疆過終點的 不知道什麼事 巴基之星 這場馬的樣子也好 你看騎士 抗到他的手掌和他的帽子都很近 一轉馬防騎士就這樣贏了 這麼厲害 長勝媽寶不可能輸得那麼遠 這就是很遠的 因為八角在香港騎了這麼多場賽事 我一直都反對說 老了騎馬不行了 不是這個 我覺得呢 就算他拔不行 是老了 他會脆步 但是呢 脆不脆到步 他就說 好像泰哥 你又不是要泰哥要拍角呢 兩個人的意思 那如果是拍角騎虛擬 我想都是怎麼買呢 是不是 這麼說呢 我當然選了拍角 所以我覺得不是這麼頑皮的問題 就是今天我看過 事前事後 我都看過長勝馬步 在狀態 事前的狀態 臨場的狀態 還有這隻馬 在我班次 就算不佔利 他都起碼接近了 我先問一下 不過他可能內武出這隻馬 不知道解隔分內武出 但是輸得遠不遠一點 軟一點就是軟一點 還有輸得太遠的原因就是 為什麼會這樣跑到呢 我就明白了 我一直原來看得很清楚 你說他錯 他是完全沒有錯 只不過是欠缺一種 八角舊時所有 現在沒有的 沒有了 沒有那麼銳 沒有那麼核 這是一定的 所謂銳氣就是人的那種焦氣 年紀大了 就是說 捏了一道火 八個焦氣沒有了 你知道嗎 沒有了這些焦氣 那一刻厲害 在馬身上就吃虧了 可能比李奇還有八個焦氣 五個焦氣就是 即是說 李道唯有一樣 因為我只可以說 我不能怪他 也不能說馬人不正 一句只是坦一句說話 明章百頭 還用不需要買呢 法國 那你看又怎樣 現在也很難說 現在不用你擔心 不用看 因為法國不其能的衛生 到印度 就是馬達加斯 不知道他怎樣拍 我覺得可惜 因為 法國在最好的時候 我們親眼見過那些騎馬是怎樣 老實說 他來香港 知早幾年來香港 他都不是全盛的法國來的 不是 不是全盛的法國 是1972、1973年 我在英國的時候 我看到那個法國和今天的法國 真是 他簡直是有火的人 你知道嗎? 在馬身上馬期間公處含出來的 但今次他好像腦爭入定 那 saying 陳素 美人名張 不許人間見白頭 用那個真是會有這個問題的問題 就是這樣 我都發覺這樣不騎好 老實說 用自己跑到這樣 再騎 你有嘆息是怎樣的 還有你的感受 我的感受來講 我見過他全盛的事死後 再見一下他今日你是不是值得嘆息 不是講其他事件 覺得很可惜 肚子永光早就這樣講的了 他已經說白鴿復出 覺得可惜的了 真的很可惜 就是我不想見一個這麼好 這麼有身手的人 在這裏就開始回落 香港畫迷都其實算好的 因為他是白鴿 到現在為止 都在沙圈沒有人 沒有人聽他的 因為他是白鴿 他亦都在香港 有些人都見過白鴿 現在的確年紀最大的騎士 他所見決一點就是銳氣和消氣 嗯 好了 第二 看直路鏡頭 看直路鏡頭 看直路 說了一些最後報告 長勝媽寶 看看他在尾裏 早段跑來不受約束 他找手勢 送他接受受於檢查 就是長勝媽寶 對 那他一段最後報告 只有他那套收姜 對 這麼早收姜 收不收姜 他那套什麼都沒有 好多是被普通人早收姜 我覺得他 還有什麼呢 黃叔王在雜商 煩躁不安 延遍了可以雜時間 馬要自雜合格才會出財 香港之江衝出雜門 又要重新入閘 亦都是自雜合格才會出財 嗯